本月10日是國際人權日 在多倫多市政廳和溫哥華中領館前 分別舉行的這兩場集會 正值加拿大總理特魯多 即將參加美國總統拜登主辦的 首屆全球民主峰會 該峰會的主題是 反對獨裁 腐敗和對人權的迫害 因修煉法輪功 目前大約有12名加拿大人的親人 被關押在中共監獄 54歲的加拿大公民孫茜 被中共非法判刑八年 兩位加拿大前聯邦政要 也冒著嚴寒趕到集會現場表達支持 民陣全球副主席授血 對法輪功學員22年來 堅持揭露中共 表示敬佩 中共暴政一定不會被批凡 而我們每一位人 在那裡都起了決定的作用的那一份子 謝謝你們 新潘人 加拿大記者站報導 總之還有 我答應了 是的 我答應了 прок應了 沒法循力 呢 你 關鍵 控署 采他 對手 說 我答應了 這是 沒有法循力 我的